一般建議大家在家裡準備3-5天分的藥品就可以了 並不需要特別多囤 如果超過這個天數 你的症狀仍然沒有緩解的話 就建議你要到醫院去就診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重新安 大家好 我是藥師陳寅安 確診 隔離在家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先準備以防不實之序的藥品 使用前又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呢 今天就讓醫院藥師來跟大家分享 疫情期間在家可以先準備的藥品以及物品 多一份準備就多一份安心喔 疫情期間我們建議大家在家裡 常備的藥品以及物品可以分為6大項 第一個就是解熱主痛藥 也就是我們比較常知道的 乙漆安分普拿疼 那當然可以解熱主痛藥品 是不只這一種的 如果說你是對乙漆安分會過敏 或者是不適用的人 那你就是記得要跟醫生跟藥師說 你是有過敏的狀況 然後請他幫你做其他藥品的替換 那再來呢是指滴水的藥 基本上都是針對症狀緩解的 然後指殼化痰的藥 胃腸藥以及補充的電解質 還有提升典易力的 文生素B群 維他命C 以及監測生理素質的 體溫劑啊 或者是血氧劑等等的 都是可以在家裡常備的東西 一般建議大家呢 在家裡準備3.85天份的藥品就可以了 並不需要特別多囤 如果超過這個天數 如果你的症狀仍然沒有緩解的話 就建議你要到醫院去就診 如果是小朋友呢 也可以先提出 是需要兒童的用藥 那可以準備小朋友 特別使用的劑型或者是劑量 發燒呢 根據你測量方式的不同的 定義也有一點不一樣 耳溫的話 大於38度算發燒 耳溫則是37.5度 以500毫克的乙烯氰分為例 成人一天最多是用8顆 間隔是4到6個小時 不同的劑型或劑量 可能會影響使用的頻率 使用前也要特別的注意 另外要提醒大家 不同品牌的藥品 只要是同成分的 效果都是一樣的 並不需要有品牌尼絲喔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這支影片喔 紫鼻水藥呢 就是抗阻止安 有鼻塞流鼻水的狀況 都是可以使用的 建議呢 每次不用1到2顆 早中晚的頻率使用 當然也有長效的藥品 可以做選擇 就是每天1顆 那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同時使用酒精跟抗鼓治安藥物 可能會導致藥物 對於中樞神經抑制的 互作用增加 導致鎮靜 嗜睡 或者是暈眩的情況發生 所以在使用藥品的期間呢 都不建議大家飲酒 如果要使用呢 建議是在填藥之後24小時 等藥品完全代謝 那抗阻止安 在使用之後呢 可能會有試睡感 如果是長輩使用 也要特別留意 以免發生跌倒的危險喔 止咳化痰藥呢 就是有咳嗽症狀 或者是有痰逆的時候 再做使用就可以了 一樣是依照藥品的說明指示 許多的綜合感冒藥呢 會將上述的三種藥品 結合成負方的形式 如果同時有上述的三種情況的話 選擇負方的藥品是比較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在使用不只一種的藥品呢 建議要先咨詢醫師或藥師 再做選購 以免發生重複用藥的問題喔 如果有腹瀉的情形 除了吃止瀉藥之外 也要記得補充水分以及電解質 電解質一般就是身體需要的 離子以及維生素 如果是腎功能不佳的病人呢 在使用電解質之前 也要多做評估 不建議依照一般的劑量去做使用喔 成人的維生素C 每日建議攝取量為100毫克 上限是2000毫克 所以並不是吃越多就越好 還是要依照產品的建議去做使用 維生素V群跟維生素C 都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在使用後也要記得多好水喔 建議大家要早晚量體溫 並且檢測一下血氧的狀況 如果家中沒有血氧機的話呢 只要留意自己有沒有 呼吸困難的狀況發生 也可以看一下指甲 或者是嘴唇有沒有發青或發脊的狀況喔 看完這集記得要把藥品的清單記下來 看看家裡有沒有特別需要天購的品項 在這邊呢也要特別提醒大家 出門在外人要做好個人防疫 戴好口罩請洗手 守護你我的健康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喜歡Twitch 可以吃我直接來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